在关心最新的消息 亏损连连的洪基 自施政荣回任董事长之后 加速公司的重整火力 新任执行长陈俊胜 才刚刚正式亮相 在今天又出新招了 召开了董事会 决议一级主管 从今年的一月开始要减薪 而且一刀砍下去 砍掉了三成 属于哪一个层级 这个就是我们的各个事业 或者是我们在全球的 负责各区营运的主管 由于洪基去年全年大亏 205.79亿元 每股亏损7.56块 创下历史记录 那么除了这个施政荣 现在说高阶主管 要共体时间之外 现在也传出了 要减薪三成的消息 而且没有时间限制 要一直到洪基有实际的 经营绩效出现为止